有复杂家族背景的太子党人物于正生被大陆媒体曝光 曾在党课上透露 他的母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精神不正常 而妹妹在文革中被批斗 最后患了精神分裂症自杀身亡 评论认为于正生自曝文革家时不踩雷区 又给自己未来留下一条后路 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日前大陆媒体快乐老人报发表文章指出 去年中共建党90周年前夕 曾为毛泽东发动文革辩护的上海市委书记于正生 在上海交通大学上党课的时候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 我母亲1966年被打倒 1968年蹲监狱 我的妹妹文革开始时一个高中生 在学校里被批斗 后来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了 我们亲属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 时隔一年多 为什么这个消息今天又翻出来了呢 据了解 今年5月的中共上海市第十次党代会上 于正生以高票当选18大上海代表 没有获得全票 引起外界关注 时事评论员蓝树分析指出 于正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在18大入常 这个报道增加了他的亲和力 对入常有帮助 同时这个话题几十年以来一直有人谈 不会踩到雷区 于正生不会触及到最敏感的话题 在18大即将召开之际 中国社会不论是民间 还是民主党派 以及甚至是中共的党内 对这个政治改革的这种呼声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高涨 如果中共真的在18大召开之后 有进行大幅度政治改革的动作的话 他这个时候发表这个讲话 无疑会给他将来的进一步的动作 留一条后路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认为 这也是他否定文革的一种表示 由于中共宣传媒体的特殊性和畸形 中共高层人物往往通过这类的新闻发声 来传达深层的政治信号 中共内部各派系进入了争夺18大入常的紧要时刻 中共要在18大前完成对薄熙来和王毅君的处理 余政生在此时释放出否定文革的信息 和温家宝此前说的要清除文革遗毒的说法是同调的 余政生在此时这样的发出声音 是再次强调和薄熙来势力彻底切割 同时也暗示出不久中共对薄熙来的处理 很可能薄熙来会获得重判 据了解 余政生属太子党跟江派势力关系密切 不过在王毅君事件后 薄熙来成了惊弓之鸟 曾经到重庆挺伯的余政生 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在中共今年召开两会的时候 余政生抨击薄熙来 起到了导博的关键作用 外界认为余政生是18大入场的热门人选 不过据了解 余政生涉嫌公共情妇门案 山东鲁能大案 京户高铁20亿贪污案 1.2万亿招估权证案等 他还是强制拆迁政策的始作用者和长期执行者 自身媒体人王雨昕指出 单凭余政生几句表态就力推他入场 如果不是对他一贯见风使舵不了解 就是亲江舆论的一厢情愿 更是无视他追随江迫害法轮功的血债 追随博唱红歌 追随周永康打压维权 公开为毛发动文革辩护 以及一系列涉及江派腐败答案等种种奠计 有评论指出 余政生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与他低调形势 八面玲珑的形势风格分不开 我会い vous Tiger 我会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